开通香港银行的小伙伴有一拨小的福利 港卡可以绑地内地微信的香港钱包 开通还有一拨小红包 开通好以后 在微信中简单的签换一下 就可以使用香港钱包了 点击这里的跨境邮 开通香港钱包的新用户 还可以领取一张8港币和10港币的通用消费券 两张都是满50港币以用 那现在来看一下开通香港钱包的详细步骤 在微信搜索方搜索香港钱包 搜索到WeChat Pay香港 点击这里的自主开通香港钱包 这里有以下几种方式开通香港钱包 最后这一种是香港身份验证 排除之后 我们内地用户开通香港钱包的方式 只有以上这三种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第一种是绑定本人的香港数据号 第二种是绑定你的Visa Master 银联信用卡 第三种是绑定这五个香港银行账户 由以上这三种方式来开通香港钱包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别试操一下 第一种绑定本人的香港手续号 输入自己香港的手续号 接一张码就可以开通香港钱包了 非常的简单 然后回到微信 点击右上角这三道杠 选择切换钱包地区 同意并开始使用香港钱包 这样就切换到了香港钱包 我们在上方可以看到 有一个现实活动 新用户可以领取18港币的内地通用优惠券 咱们点击它 领取一下这两张优惠券 那这两张优惠券的使用 咱们一会儿再详细地说 接下来需要绑定咱们的信用卡 或者是银行卡 选择添加信用卡 这里以中安银行为例 输入你的卡号 点击下一步 再输入你的有效期和安全码 点击下一步 设置一下支付密码 这里提示咱们要前往中安银行去验证一下 打开中安银行 中安银行就会自动弹出授权交易 咱们点击下方的确认交易 这样中安就授权成功了 回到微信就可以看到中安银行那张VSA 已经成功绑定香港钱包了 接下来咱们把中安银行的银行卡绑定到香港钱包 点击添加银行卡或者银行账户 点击添加银行账户 选择中安香港 输入支付密码 接着输入你的个人姓名 姓名是大写的拼音 注意这里 名在前 姓在后 这里非常重要 不要填错 填好之后点击下一步 登录你的中安香港的网银 点击同意及提交 这时候中安向我们发送了一条短信 点击确认 把验证码输入到这里 点击立即绑定WeChain的钱包 这样就把中安香港成功的添加到了香港钱包 绑定招商涌楼的操作和绑定中安香港是一样的 都是接验证码验证一下 回到微信服务 点击收付款 点击立即开启 所有支付密码 这样就成功的开启了二维码付款功能 现在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去购买和支付了 在身份认证这里 可以看到 我们无法使用香港身份认证 是有诸多限制的 我们每年的交易限额是25000稿币 钱包限额是3000稿币 不能使用转速快转账 不能汇款 不能使用快速提现 不能使用余额发红包转账 跨境付款等 随后我也是去消费了一笔 可以看到这张满50减10的内地通用优惠券 可以正常的抵扣 我当时使用的是 中安香港那张卡进行的支付 随后我又使用中安银行那张微萨支付了一笔 可以在中安银行客户端看到这笔消费 是没有1.95%的外币交易手续费的 那现在来看一下香港钱包的汇率怎么样 虽然这两笔消费使用的是 不同的香港银行卡进行的支付 但这两笔消费的汇率是统一的 应该是微信统一的汇率 那我也查看了当时的实时汇率 每消费以人民币有0.03港币的外汇磨损 所以我也总结了一些香港钱包的一些使用心格 消费有汇率磨损 建议搭配红包再使用 不论使用哪家银行卡余额支付 汇率是统一的 使用中安微萨卡支付 没有1.95%的外币交易手续费 最后是群友的反馈 单笔支付小于200 无手续费 大于200 有3%的手续费 最后我还开了一个香港银行使用 和港美股的交流群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进群一起交流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